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百多人中都不够他们俩杀的 剩下的不足百人能有什么威胁 只不过范贤并未放松心神 以他对二皇子的了解 袭杀之后或许还会有后招 这念头尚未落下 密林之中突兀响起阵阵破空声 紧接着 剑矢如雨 横坡一般落下 范贤脸色一变 急忙后退 在武器发展相对落后的古代 弓箭兽与骑兵乃是战场大杀器 二皇子为了杀自己还真是舍得 找隐蔽处 范贤顾不得多想 急奔到林婉儿跟前 一搂林婉儿的西腰身形腾挪 朝西边巨石后冲去 叶灵儿和海棠多多也纷纷找地方躲避 至于王启年 这老小子最惜命 没等范贤招呼就跑了没影 带到几人 在巨石后躲好 听着箭矢落在石头上叮叮当当的声音 林婉儿神色惶恐道 现在怎么办啊 等 范贤给林婉儿一个宽慰笑脸 暗自运转霸道真气 调整气息 又听到这么一个字眼 海棠多多恨不得抽出短斧给范贤一下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等 等着送死吗 听到范贤这话 叶灵儿眉头猝气 不解道 等什么 面对叶灵儿的询问 范贤笑容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等你爹 这话咋一听个骂人似的 叶灵儿顿时恼火起来 自己不过是疑惑反问了一句 范贤这家伙怎么还骂人 姓范的 你 叶灵儿尚未说完 临终突然传来厮杀声 剑语也随之停了下来 听到远处的动静 范贤这才算是真正的松了一口气 扭头瞥了眼 隐隐有些恼怒的叶灵儿 范贤笑了两声 重复道 我没说错呀 真是等你爹过来 见范贤站直了身子 几人纷纷从后始走了出来 随着马皮丝鸣的声音 一只身皮银甲的军武从林中走出 打头者正是京都守备叶仲 叶灵儿的亲父 爹 看到父亲 叶灵儿顿时满脸心恶 叶仲瞪了眼叶灵儿 自家女儿平日还算聪慧 怎么却蠢笨到被人当枪使唤 重重哼了一声 叶仲的目光转到范贤身上 你小子就怕我无法如愿而至 自家千金危在旦夕 守备大人爱女心切 岂有不来的道理 范贤拱了拱手 但笑道 多谢守备大人救命之恩 改日范贤定当登门道谢 叶仲扫了范贤一眼 随即调转码头 京都附近有贼寇出现 我身为京都守备 自当守幼京都安危 无需道谢 马皮走出两步 叶仲又一扯缰绳 顿住脚 说起来 本将军还是头一次 看范侯爷吃了这么大的亏啊 听出叶仲话里的悬外之音 范贤笑了笑摆了摆手 不亏不亏 此番算下来 我当是稳赚不赔的 二皇子劝养的五千丝兵 折继于弹州城外 九品剑客谢彼庵 被发配至边境 麾下二十余八品高手 被五竹书斩于范府街外 七品六品 好手四百余人 以及培养出的弓箭手若干 今日又舌在了这里 范贤很好奇 如今二皇子手里还有什么牌 门言 夜众不多说 一甲马肚 领军离开 范贤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目光落在旁边几个女人身上 注意到几人的眼神 范贤嘴角抽了抽 急忙摆手道 那啥 你们听我解释 哎 有话好说别动手啊 王启年 你倒是过来拉架呀 方才一方大战 遍地学心 众人哪里还有秋游的心思 范贤自知理亏 被叶灵儿和海棠多多两人 怼呛时半句话都不敢坑 又许诺下次一定补偿 勉强算是逃得一劫 目光落在旁边凌婉儿身上 范贤只觉得心中有愧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开口 足足两久 范贤才开口道 婉儿 我懂 不等范贤说完 凌婉儿便天心点头 模子里亮晶晶的 范贤震了一下 剩下的半句话 随之卡在了喉咙处 此次秋游 的确是她的一次谋划 为的就是引出二皇子主动出手 只是灵婉儿 本不应该遭受此罪 但范贤又担心 二皇子不会轻易出手 最后只能拉着她 一同当了鱼儿 至于叶灵儿的出现 则本就在范贤的计划之中 不然京都守备叶仲叶大人 又怎会忙不宜地 赶过来帮忙 喂喂 赶紧放开婉儿 不等范贤解释 旁边叶灵儿就凑过来嚷嚷道 你们俩还没成亲呢 随着叶灵儿提醒 林婉儿这才发现 还正躲在范贤的怀中 姿态亲密 脸刷得红了个通透 林婉儿急忙退到一旁 范贤没好气地 瞪了叶灵儿一眼 不过 被她这么一打岔 范贤和林婉儿之间的气氛 也就随之被打乱了 整了整心中的情绪 范贤这才道 先回去吧 这里的事情 要不了多久 便会传回城内 说到这里 范贤声音就冷了下来 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 才是重头戏 京都 皇宫 随着那道倩影 急匆匆地跑出殿门 太子随即起身 来人 百嫁御书房 范贤在西郊玉席 虽不知结果如何 但此番对她而言 绝对是大好的机会 所以 范若若刚走 她起身 就要往御书房赶去 与此同时 御书房内 沁帝 依着软踏座 手边放了封密信 展查前 监察院的探子 送来了消息 此次西郊西沙 你怎么看 陈平平眼帘 微微抬起 淡然道 范贤运气不错 沁帝撇了眼 那封密信 身子微微前倾 朕 问的是 你对此次幕后真凶 怎么看 御书房里 只有他们两人 就连侯公公 都只是在门外候着 言语间 自然也就没有 那么多的忌讳 西沙的指使者 是谁 密信上写得一清二楚 沁帝没有直呼其名 却只是着重点出 幕后真凶四个字 足以看出心中所想 面对沁帝的追问 陈平平略做思量后 继而拱手道 回陛下 此举有些操之过急了 掂起那份密信 晃了晃 沁帝继续道 那你觉得 该如何处置 这一次 陈平平没有直接 说出心中想法 而是垂头道 此事 乃是陛下的家事 陈不敢妄言 沁帝自然知道 陈平平说的是家事 是什么意思 摇头笑了笑 沁帝随手撂下密信 你啊你 每每到这种时候 就装傻 陈平平只是拱手 却不言语 沁帝也不逼陈平平 白手道 福房 再后片刻就是了 前后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御书房门外 侯公公敲门道 陛下 太子殿下求见 沁帝眯了眯眼 冷声道 轩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太子出现在了御书房 刚一进门 太子直接给沁帝下跪 父皇 我听闻平北侯 在西郊遭敌人袭杀 情况十分危险 还请父皇 赶快调兵前去 我援助啊 你消息 倒是十分灵通啊 沁帝脸上不见喜怒 白手道 起来吧 叶仲已亲自率兵 将范仙给救下来 太子微微一正 他倒是不知道这一点 依着沁帝 所言起身后 太子这才注意到 旁边还坐着沁平平 心中顿时了然 沁平平对范贤 多有照顾 甚至 有将范贤 培养为接班人的消息 京都城内人人皆知 既然沁平平在这里 也就表示 范贤遇险的事情 也是他告知父皇的 念头至此 太子随即行礼道 沁院长 沁平平随之拱手还礼 太子殿下 打完招呼 太子继续道 父皇 儿臣还听闻 此次袭杀的幕后主使 是二哥 说到这里 太子再度挥袖跪拜 二哥胆大包天 竟敢调动挥下武士 袭杀朝中重臣 此般行为 万万不能轻饶啊 文言 亲弟随口回了一句 那你说 怎样才算惩治 太子眼前一亮 随即道 隔去王位 逐出皇室 贬为庶人 言必 太子抬头 注意到亲弟的眼神 太子心中随之一惊 父皇 既然你觉得老二罪无可赦 那便喊他来对质吧 亲弟话音刚落 站在一旁的侯公公立即了然 让人照二皇子紧见 只不过二皇子没等到 却有一人不寝自来 南庆斯南伯 户布侍郎 范贱 进了御书房 范贱一眼扫过房内情况 继而皱眉行礼道 参见陛下 来得刚好 亲弟一挥袖袍 朗声道 太子说范贱刚才西郊玉席 动手的是二皇子 你怎么看 范贱这会儿 正憋着一肚子火 听到亲弟询问 当即道 臣以为二皇子此举不妥 哼 好一个不妥 亲弟重重哼了一声 随即道 那你说说 该如何处置 范贱和亲弟相识几十年 此时听亲弟的语气 如何猜不出他心中所想 只是范贱遭遇袭 差点身亡 范贱这个当父亲的 若是再不替孩子出面 谁还能替他出面 想到这里 范贱扭头看了眼陈平平 陈平平显然早就知道这个消息 否则也不会坐在这里 一副好侠以待的模样 知道范贱要遇险 却不调动黑旗保护 陈平平 抑郁何为 心中思绪白转 范贱最后拱手道 一切听从陛下的安排 正说话间 门外传来下人言语 二皇子求见 亲弟随之一摆手 宣 随着二皇子进门 御书房内 氛围顿时一变 亲弟脸色如常 淡然道 西娇习杀一事 你可知情 二皇子一礼拜见 听到亲弟的询问后 随即不卑不亢道 回父皇 儿臣也是刚刚得知 亲弟微微醋眉 随即指着 府归在地上的太子道 可太子却说 西娇习杀 是你的幕后诸事 可有此事 文言 二皇子缓缓抬头 朗声道 不曾有 秋风呼地吹进御书房 暗桌上密信飞起 继而缓缓落到了 二皇子的身前 这一集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